学习完第六堂课 可以了解到Inventor在2013到2019 这些版本的新增亮点功能 包含像汇出3D PDF 可以让客户很清楚很轻松的 看到设计的这些模型 在2017开始简报整个大改 让在编辑动画的时候更方便 从其他CAT系统汇入之后 还可以保持跟像Sallywork PoreE这些关系的连结存在 然后针对没有特征的零件 如何直接编辑 还有其他零件增强功能 组合增强的功能 工程图的增强功能 板金的增强功能 都可以让同学针对Inventor更加了解